每年的6月1日是孩子们的节日 也是我们曾经的节日 在这一天 很多人都会想起自己的童年 我是70后 我的童年没有手机 没有电脑也没有网络 那时候很少看到汽车 有时候骑着自行车玩耍 三三两两你追我赶 我们没有钱买玩具 一根绳子几块石头 就可以玩得汉畅淋漓 女生专属的游戏 就是踢剑子跳绳了 下课休息的十分钟 都要跳上一会儿 放学回到家 妈妈还没做好饭 便会和小伙伴再踢上一会儿 还有扔沙包 扔沙包这一游戏 陪我度过了整个童年 最难以忘怀的 还有做爆米花的老大爷 拎着一个黑幽幽的罐子 罐子下面生意追火 老大爷不停地转动着罐子 不大会儿功夫要开罐了 我们便会远远地跑开 只听轰隆一声响 爆米花开锅了 我和小伙伴们便会争先恐怖地跑去 抢着吃出锅的爆米花 每个新学期开始 看到新课本就爱惜得很 便会很认真地给他包上书皮 还记得文具河里的惩罚口诀吗 老师让背诵时 还偷偷地看过 七零后的童年是风 吹来朵朵白云 七零后的童年是雨 滋润出生的花 七零后的童年是梦 梦出外婆的桥 童年是梦中的瞻 是瞻中的梦 是回忆时含泪的微笑 童年会过去 童心却可以一直拥有 拥有一颗童心的人 一辈子都不会老 岁月好像遗忘了他们 老去的只是年龄 不老的却是气质 拥有童心的人 世界是彩色的 生活是美好的 幸福是出手可及的 愿我们出走霸生 归来仍是童年 愿我们历经风雨 一旧天真无胁